hello欢迎学习爬虫各种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后有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web element这个元素 它的那个类型相关的一些介绍 这个web element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 你在你在java当中去查的一个元素 那么它仿佛它的这个数据类型 就是一个web element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这里边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atterment 这里边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 叫做demo8.by 那么这地方的话是什么呢 去百度上面去请求一个人的网页 好吧好 这个地方我到百度网页上面去 我把那个按钮把它给拿下来 好吧 好 那么就是submit的bto 是吧 等这个什么呢 java点发的adment 把id 他的id叫做su 那么接下来我再来打按下这个什么呢 subbto它的那个类型 type这个什么的submit submit的bto保存价 然后的话我们又再来运气一下 好来运气一下 等待它的这个打开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它类型是什么呢 它的类型是这个silenium下面的这个webjava.remote.web.element.web.element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它有哪些页页属性 好吧 把官标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的话按下口注下b 进入到这个页面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元素 这个类它有哪些属性 对吧 这个类上面它的一些这样的对象 就是属于这个类的对象 有哪些属性对吧 好第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type label就是代表是单亲这个标签上的名字 然后test的话代表是这个标签里面 它这个文文信息 然后click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去执行点击世界对吧 还submin就是去提交 还clear的话是清除对吧 还有get property是去获取那个属性 还是get attribute 这个的话也是获取属性 那么这两个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get property的话 它在我们的gs当中 它是代表的是一个 代表的是可以作为 可以作为一个标签 它的一个属性能用 而这个什么呢 而如果你使用这个get attribute 当然好 这两个东西都可以返回一个标签当中的那些属性 只不过这个get property get property的话 它仿它请求到的是什么呢 它请求到的是 那个一个标签当中 那些shdml自带的一些这样的属性 一些自带的属性 那么我们以后大家在 在使用这个sendinem当中去获取这个标签的话 获取这个属性的话 你就直接通过这个get attribute就可以了 好吧 因为通过这个get attribute的话 它会首先去执行我们这个get property这个方法 那么如果get property没有返回 它再返回其他的一些这种数据 所以的话大家以后再去获取一个标签 它们的属性的话 就通过这个get attribute来获取 好 这里方我们来也是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获取这个标签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那个 来看一下百度这个东西有什么 来解决一下 看一下它的获取到这个value 这个就是value 好 再返回一下 哎 这地方是不是可以汇设到好的值啊 就得get value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还再回到这地方来看是吧 还有那个是 以stack的代表是是否被选中对吧 enable 代表是是否可用啊 然后在这个某个标签下面 你还可以去调用这个什么呢 发现的element by id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获取到的是一个div 对吧 你还想获取这个div下面那些元素 那么的话你还你也可以去通过这些方法去调用 对对 通过这些方法就调用啊 这些方法之前我们都学过对吧 都学过啊 呃 插把死啊 然后的话下面走啊 下面走啊 现在kiss对吧 就是发送一个这样的文本啊 或是发送一个这样的那个 键盘啊 发送一个这样的键盘啊 好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其他啊 比如说那个大小对吧 然后的话那个呃 大小啊 这个是以止证啊 还可以是那个什么呢 保存一张截图啊 保存一张截图啊 我们这个上面也来看一下啊 当然这个保存这个截图的话 你不能在这个某个按钮上面来用啊 你必须要在这个dryver上面才能够用 好吧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想要去给这个 呃 这个东西来给他做一个解读 好吧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dryver点击什么呢 screenshot 啊 scr em 呃 save screenshot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给个什么呢 给个文件名 比如这叫做百度点勾逼啊 或者是拼追啊 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地方来关掉好 这里面右键来执行一下啊 好 这里面的话就会多一个文件啊 找一个文件叫做百度点拼追 对吧 然后我收音 一次吧 啊 好 来双击再打开啊 好 那么这个百度的这个页面就被我们保持下来 对 就是有些时候啊 你想对一个页面啊 去给他做一些这样的截图 那么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save save screenshot 啊 就是去保存那个一个这样的文件啊 保持一个这样的截图 好吧 嗯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这里的话就不去看了啊 不去看了啊 然后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哈 这个dryver的话 他其实啊 就是继承自什么呢 这个dryver 他其实就是继承自这个web driver啊 就是继继承自web element 就是继承自他 你有意思啊 就是继承自他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dryver 他是这个里面来的 对吧 可能在b啊 哎 这个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属于一个web driver的一个这种类型啊 然后web driver 他是继承自这个叫做remoteweb driver就得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继承加币进去看一下 继承加币进去看一下 是不是就又来到了这个web driver这个地方 对 说的话我们这地方得出一个简单哈 其实啊 其实这个什么呢 这个dryver哈 这个这个dryver的话 他本身就是继承自那个什么呢 web element就是继承自他对吧 其实他们啊 他们两个的话呃 都是类似于啊 他的一个什么呢 子送元素对吧 子送的一个这样的类啊 一个这样的类好不好 好 好那么我们这几个海呃 要讲个东西啊 就是这些就是这几个的话哈 主要是啊 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启迪啊 就是大家如果想对这个web element这些东西想要做 这就是对这个 或者是对这个c的吗 这个东西做一个更加生辞的理解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通诺一下他的一个这样的原代码啊 同可以通读一下他的原代码啊 通读一下的嘛 非常简单 把这一番口诺加币进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哈就是啊 起立的话就讲到这地方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几个课程啊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